好 歡迎回到現場 剛才有講就是說大桶這些油 有些是小攤商 他就把它用完之後空桶拿去退 再換一次錢 現在就問 副衛箱的芝麻油 在國內的市佔率高達8成 像宏一大哥 你們家就換油了嘛 可是網友就質疑 它高達8成 如果這些市佔8成的油 現在全部下架嗎 幾乎全部 副衛箱的油幾乎全部下架 那下架之後 為什麼市面上的芝麻油 都沒有缺貨的情況呢 它佔8成全部下架 為什麼沒有缺貨的狀況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應該要缺才對 是不是 因為它佔8成 又全部下架 因為兩成不足以支應全部 對啊 OK 好 所以有人爆料 同業之間有一種聯保制度 貼其他公司的標籤 A廠商的出問題對不對 我的東西給你 你帶你的給你揮 扣行啦 扣行 重新包裝 OEM 可以減少黑心產品被爆料之後的損失 這沒有 所以這個是要查 好 那想說它好好的查 還有另外一位 食品工業研究所的主任 朱彥華卒主任表示 有人把大桶的油通通倒掉 我覺得實在很可惜 你 他們只是違反標示不實 只要回收之後更換標籤 包含有添加免子油的產品 都可以重新再上市 所以他會想像我們太沒知識嗎 還是我們太奇人憂天 他的意思是說 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你就拿回來 重新標示 百分之百免子油 百分之四十免子油 所以我們要說廠商 你罵不得 所以他們意思 連食品工業研究所主任 都這樣認為 到時候上了法庭 他就把食品工業研究所的 這些主任們 講的這些話 說你看他們都說沒問題 所以到最後廠商只有一個罪 就是標示不實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啦 我跟你講最新的消息是 今天這個衛生署說 衛生福利部說 大桶的米酒真的有問題 又開罰好幾百萬 它米酒是真的有問題 因為本來是不知道 說是民眾檢舉 那他們現在去查了 確實是有問題 然後 有問題要看說 它是就是不含米的問題而已 或是說要掺了有害物質 掺了有害物質有刑責 如果標示不實 標示不實 三萬以上 六百萬以下 反正米粉也沒有米啊 對不對 大概是那種 米酒沒有米也正常 沒有很多米 再用食用酒精 跟那個什麼 那個香精進去調的 吃到不死人 你想說我們台灣的米酒 我們都自己嫁的 不是啦 都是吃這個 都是進口食用酒精 讓我們自己調的 我覺得其實這個問題在這裡 只是問題說它有沒有害 現在剛才美人在說 我們柴米油鹽醬醋茶 茶 茶有很多假茶了現在 我跟你講 剛剛衛生福利部說 你沒有人力嘛 所以政府又給他三億 你好好去查 可是你接下來要查什麼 那鎖定什麼給你們猜 茶嗎 他鎖定果汁 茶葉跟牛奶 果汁 茶葉 果汁跟牛奶 是因為歐盟也是認為說 果汁跟牛奶的餐甲的比例比較高 那可能是依照歐盟的標準 但是茶的部分 因為是東方人比較特有 比較... 尤其我們不是喝紅茶 我們喝的是綠茶 那很多都進口的越南茶啦 然後混沖台灣茶 再賣給中國來的朋友們 或是說賣給其他一般低價 所以你覺得說 反正低價的食品 你看這麼大瓶的橄欖油 賣那麼便宜 這麼大瓶的茶賣得便宜就有問題 其實我們很多罐裝的茶裡面 搞不好沒有茶葉 那個茶也是調出來的 用調的 好 如果說衛福部要查掉的東西 也算功德一見 如果查一些罐裝茶飲 或者低價 因為一個罐裝茶飲才十幾二十塊 它競價的成本可能七八塊 然後它上額生產的成本只是三四塊 做茶的老闆 那這怎麼來的 那個鋁箔包的茶 它一包賣二十五 我問你二十五會不會太貴 他說我是真的有用茶去泡的 我說等一下 倒帶 我現在又可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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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塊錢的鋁箔包是沒有茶的嗎 大家回去看那個奶茶 奶茶裡面的那個 那個隨身水手包 裡面奶茶裡面講說什麼 都沒有含奶 那個是奶精 這不是奶精 不是真的牛奶 不是牛奶 所以奶茶不是牛奶 有沒有奶茶有沒有含茶 有沒有含牛奶 這很多都沒有的 王源 這是很注意的 就是說 我們公司 我們發現員工 可能有人跟外面勾結 可是老闆你沒有給我錢 我真的沒有辦法查 老闆說那你要多少 還給我一百萬 一百萬給你了 我現在鎖定漁美人 你聽到沒有 他鎖定茶葉 果汁 牛奶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有先選定這三樣 顯然我看衛生福利部 是知道這三樣是有問題 不然我也可以鎖定其他 他怎麼沒有鎖定其他 我告訴你 油的壓力太大 他應該先從油開始查 沒有 查不下去 轉移焦點 油要全面查 就是你開始查這樣加 如果他不是跟他說 茶葉果汁跟牛奶 茶葉果汁現在先刷在等 這就好壞理由 教倫 沒有 洪英哥講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我同意洪英哥的看法 他其實早就知道油有問題 沒有人爆嘛 我覺得沒事 他早就知道果汁 裡面可能沒有原汁 茶葉可能裡面 不是真的用茶泡出來 是去配的 去倒出來的 然後牛奶 不要講別的 牛奶你到底是從哪個牧場出來的 這個就都很有問題嘛 很多鮮乳做的就是還原乳 那你現在這三個東西 那為什麼你要預算撥下來 才說好 那我來查呢 不是你的工作嗎 你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沒錢沒人啊 沒錢沒人 預算都增加了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讓大家覺得說 我對政府沒有信心 覺得說你要不是出事 你們都不作為 而且出事之後呢 你的第一個作為就是先告訴人家 不管我的事 然後沒那麼嚴重 然後騎士不會死 對不對 就是這幾招嘛 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麼多年弄下來以後 大家對吃的東西 對喝的東西 對用的東西 沒有一樣放心的啊 所以他其實 他可以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你如果拿到了 我國家頒發的一些證明 譬如說 CAS CNP 我只要落實就好了 我現在也沒有額外要去做什麼 就是你拿到我的證 但是我就去落實 往後的稽查這些 以確保你的品質 一直都維持在一定水準沒有改變 然後告訴大家說 經國家認證 這些是絕對可放心的 那我覺得那也好 就我至少知道有這些東西 我是可以買的 然後現在有一點變很像是散彈打鳥 因為你什麼東西都有可能有問題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 郵報出來之後 好這兩家大桶褲衛箱是大壞蛋 那我不知道除了這兩家之外 其他是不是也有壞蛋 而政府沒有查出來告訴你 你要正面表列給我 這些可以買 那我就去買這些就好了 GNP的產品有3629項 那GNP的廠商 400多家 對 400多家 那基本上你應該從 把政府的這個 所謂的金字招牌先顧好 然後再去顧其他的這個部分 是有先後優先順序 不是說其他不要查 但你要先把這個東西弄好 不然老百姓就變成無所是從 因為他拿到那個標章之後 其實之後還有那種 定期的抽茶 積合那些東西 因為政府沒有去做 所以才會大桶褲 拿到了這個標章之後 其實他是亂搞的 所以你顧好了這些之後 我就知道說這些東西 大桶褲這家公司 到底哪一樣產品是真的 醬油也是化學醬油說純釀 米酒沒有米 是用酒精去炒的 那油呢 裡面橄欖油 有啊 燒茶醬應該真的是魚做的 但是是20年前而已 對啊 所以這間公司是怎麼換的 就是因為這樣才做那麼大啊 他把整個壓低才有辦法 把現在他還在廠區 他還有出什麼 他還有出減肥藥嗎 還是撞瑤藥 減肥藥是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貴族出的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廣告來 也沒有覺得整個要是加了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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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